歡迎收看媽媽老師 歡迎收看媽媽老師 因為小朋友代購 媽媽的看不慣聽不懂追不上 媽媽你看我是搖搖屁股會心人 搖過來又搖過去 好爽啊 就是要一直追著她 要叫她穿褲子 我女兒一出來說 你給我穿什麼穿 你穿什麼褲子 或者這樣你還那麼會 我真的很接受 現在就是流行這樣 你怎麼這麼low 搞不懂孩子的行為語言 是有代溝還是媽媽落伍了 今天請問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 進入不了孩子世界怎麼辦 到底是媽媽O school 還是小孩太搞怪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以前我都覺得 我希望我能夠永遠 都是孩子的好朋友 他能夠講什麼 我都能夠理解他 我發現這樣的一個夢想 在小孩上學之後 就開始做命了 怎麼做 你現在已經有代溝了嗎 對 對 怎麼會有 我們在大姐 我看到一個爸爸無奈的心聲 因為他們去學校會學一些 我們不認識的東西 然後回來他們兩個兄妹 就講得很高興 他會說你在講什麼 然後他們就 可能很想跟你分享 可是講兩句 講說我要從頭解釋太難了 就算了就不理你了 可以喔 對啊 之前不是有一陣子 非常流行斗尖舞嗎 對 我們在這裡抖過就對了 然後我兒子他就非常喜愛斗尖舞 然後之前我就發現 他都會趁我去洗澡的時候 就在房間然後偷露斗尖舞 對 因為大家知道 那個內部斗尖舞裡面有那個嘛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好 他再加給我這樣跳就算了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帶他去高級餐廳 然後呢 大家在高級餐廳不是都輕聲細語嗎 連那個刀叉放下來 我輕輕碰到那個盤子的聲音 都會覺得是嗨大的聲音 好 然後他這個小子就給我 吃到最後一口 最後一口之後呢 就開始跳起來 然後開始在座位上跳 跳到那邊 最後他抖去隔壁桌 然後還跟隔壁桌說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然後他傻眼說 我不會 dance 我傻眼了啦 你不要這樣 因為我覺得很窮 這樣說不定會遇到那個心態 我就當心媽 你以為一個手間舞嗎 你現在已經是心媽了啦 很誇張 而且他才幾歲 他就那麼享受 他就很享受的耶 他五歲 然後就一天到人家家裡 錄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很會撩妹 所以我都不會拉到人家想什麼 我孩子現在大了 也很會撩妹 他撩的是我這個妹 哎呀 好可怕 你知道有一天我在吃飯的時候 我兒子就很含情默默的看著我 我說媽 你知道 你知道最幸福的數字是什麼 數字嗎 一到十你選一個 我說沒有啊 沒有幸福的數字 他說有 然後他說六 我說六 為什麼 他說那你比比看 六 我說比六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沒感覺到 他就好像很吵 他很吵 是不是很吵 他就看著你 他就 蓋印象這樣 他是不是想要開心 他就沒什麼 知道 是 為什麼 因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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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大人 很像大人 所以你看 我就跟我兒子說 你現在這樣對我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可以對學校的女同學這樣子 對 如果你對女同學這樣 會不會說是性騷擾 對啊 真的很好玩耶 對他們可能就覺得說 啊很好玩 我說你怎麼會知道這個 因為我從來不曉得這個東西 他說他們上YouTube去看的 對 因為他們那麼多 那我就說 你跑得快嗎 嗯 我不快 那我寫 那我追得上 對 對 就我不要耶 真的 可是其實做媽媽 雖然被撩到有點開心 但也有點火 但是我們太古板 還是小孩子真的太over 也不是小孩太over啦 而是說現在小孩接觸的訊息來源實在太多了 像我最小兒子才中班 他那天回來就問我說 爸爸你想不想當總統 我說要我要當總統啊 他說哈哈哈哈 走不出的垃圾桶 啊哈哈哈哈 才中班 中班耶 對啊 可是我沒有罵他 因為雖然有點說 好像污蔑的總統這個職位 我沒有罵他 我反而是說 想要去了解他說 你這個是跟誰學的啊 然後我就 我就會特別注意嘛 就會特別告訴他說 其實這個有什麼意思啊 但是他中班而已 其實他道德發展還沒有到那邊 所以他其實 不太懂這個含義 如果父母過分的去責備他 他反而會覺得說 這個爸爸不好溝通 或這個媽媽很兇 他反而對以後就 有什麼事情都不會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要看小孩子的 道德發展到哪個階段 我們再去 再去指導他或再去引導他 前陣子還就放學回家 然後他就問我說 媽媽 比中指是什麼意思 我嚇死啊 因為我覺得 這是 他去哪裡知道 比中指這件事情 然後他要怎麼去 就是 我很怕他學起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解釋 我只有跟他說 比中指 或是比什麼 你只要對著別人比 就是 不可以 不禮貌 不應該做的事情 那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就解釋那麼多 我就說 不要對著別人 然後呢 有一次他就調皮還是什麼 我就跟他說 欸 你不要亂跑什麼的 然後他就崩潰 這樣子的時候 就已經對人家比了 對 這個是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小孩 我可以跟他講一下 欸 不要這樣子 然後他就崩潰 他就大哭 我那時候還說 欸 怎麼了 就好像他很 就是 受不了喔 結果我才發現 喔 原來他是說 媽媽 你剛剛比我 但像這種 我就覺得很難跟小朋友做 這個要怎麼解釋 要解釋開來嗎 我覺得媽媽都會特別緊張 我們男生像如果我們做爸爸的 小孩跟我們這樣 比中指的事情 我們都哈哈大笑 我就覺得 真的嗎 這事情就是我們以前常玩的 他就跟我說 不能比什麼 比中指的怎樣 我就這樣 討人家 這個是錯男生啊 來講這個 這哪有玩這種遊戲 但是我覺得 第一步先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我們以前小時候有玩過 但是下一步 當然他如果真的在比的時候 我也會說 這樣不好 不禮貌 你看爸爸跟你玩的時候 我也故意就不比那隻手指 然後我覺得這不太不禮貌 但是你知道媽媽就會大驚嘶 對啊 我們都覺得我們好多的小小孩 都這樣見聞 重點是說 爸媽媽媽的第一個反應 其實會取決於孩子 接下來是他會覺得 我這個動作 原來媽媽反應會那麼大 我媽反應比我的同學 比我老師 比我老爸更好玩 所以你會變成被孩子逃弄了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一個 就是孩子的 大部分我們剛剛提到 這些行為其實都是過度的 你會發現過了一個月 因為孩子會發現這個口頭餐 其實不好玩了 他自然而然就會 他就不再說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可以先觀察一下 但是剛才像喊對媽說的 那個那一隻最厲害的 那一隻手指頭這個部分 女生們通常會覺得這個 會讓別人會覺得 這是一個冒犯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其實 需要適度的跟孩子溝通一下 是OK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盡量保持一個 比較平和的態度 不用太驚慌 因為我覺得你的態度 會讓孩子覺得這些事情 我要繼續操弄你呢 還是我覺得好像很無趣 那我們就換一個話題吧 那如果哪些行為 古怪行為出現了 我是真的真的需要注意 我覺得第一個是 孩子他平常不會這樣子 回到家可能就做些事情啊 但是今天最近突然發現回到家 會先眼神閃爍 然後回到家可能 先把鼠包藏進去房間裡面 媽媽就知道有鬼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可能媽媽就要開始去抽絲剝繭 了解一下 孩子到底背後隱藏了什麼東西 所以第二個我覺得 媽媽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當孩子的作息 他的行為會影響到他的作息 譬如說現在回到家 他不會直接寫功課了 他想要上YouTube去找 他最新想要沉迷的一些 YouTuber或是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會影響到他的作息啦 或是說他的一些家規 我們家原本定裂好的一些規範 那媽咪可能爸爸 可能需要討論一下 找出來背後一些 埋藏在深處的原因 對 之前我當總導務老師的時候 我就巡視校園 然後通常孩子們看到老師 就會老師找老師好 結果居然有一個一年級 一年級的孩子 他看到我 就對著我唱 九一一的吃琴玫瑰花 然後他在跟他愛嗎 他愛慕你 而且他就邊唱邊跳邊咬 我當場下巴都掉下了 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我阿嬤家住哪裡嗎 我要記章 今天到你阿嬤家 對啊 還有就是像之前PICO PICO太郎 他們是那個PPAP嗎 只要有一個學生 他開頭開始唱 阿嬤家的PAN 就全都在一起了 PICO PAN 然後就周圍的同學就會大聲地唱起來 而且很難停下來 又唱又鼻 我就覺得說我實在是看不慣 因為有一些孩子 他的動作就是覺得 然後不好看 不文雅這樣 其實回到我自己的童年 我就印象中 我跟我媽媽很興奮 想要分享學校發生事情 然後中間可能是 為了要加強語氣 中間可能夾雜了一些 就是當然不是很嚴重的三字經 但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現在周董常用那個字 或是什麼 然後我媽媽就會中斷我的對話 說那個字不能講 那我就 不講算了 就是我講了那麼多 你只聽到那個字嗎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在我的童年我也覺得 好像媽媽如果太在意中間那幾個 你會關門 對 我就說好 可是那個又很難拿捏 對啊 沒有 像我 我會聽完整段故事 然後講完之後 我會告訴她說 剛剛那個字 真的是不好 對 我覺得聽完 聽完再告訴她 對 感謝這位資深幼稚的人的心聲 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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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